大家好,我叫陈斯波,我来自生涯海汉,现在是一名入都于长都师范学院的留学生。 在这之前,我从未想过,跨越七千公里,来到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,缘其个个的推荐,我便踏上征途,百来个国家,千万做尝试。 我偏偏在成都与你们相遇,冥冥之中,羽然是命运的汉白,来自首都大地,我才开始后怕。 如果没有来到这里,我将错过一个宝贵的机会,窥探成富极国的浩妙,看大汉几分娃,就先开出一千都,万户千门如画兔,我不停地探索,一点点展开。 在这幅美丽的画卷,白水,杜正燕,问到青城山,一山倒水的乌托邦,写着入室的锦绣首都。 我该如何写进这座浪漫的城市无言,尽管去感受吧。 美丽在一转一瓦的不运游城里,在春雨战步的茶场之中,他们告诉我,青城山主的陈仙,和我早就陈醉在这岁月正好的幽然之中。 为何要出现了云端的闲鲜呢?地道的川味更是我与全都南逃的云,长这么大。 多年的饮食习惯,让我对中国的食物难免排斥。但后吃心,总是吃食物,尝试着中国画样白出的风味。 川味美食,总是给我无限的珍惜。 锅底部都作形,热气腾腾,辛辣的诱惑,炒热迷闷。 炙热的仙气,漫无测,刺激我的玫瑰味蕾。 马上刺激的串串,火红的烂油,添补了最长一期间的饭食。 我吃下一口热热,吃下一口快乐和满足。 我成了成都小馆的常客。 成都的美食,就是一本书我竹叶品味。 独八熟的人间烟火,我一直想念家乡的食物。 但川把味道,始终吸引着我。 让我在热闹上门的美味中躁动,始终保持烫错的热情。 又让我在爱玩茶的诱人中静默,看云卷云书。 所谓人间烟火,不就是这样几个。 不过我一顺利,不滑光营吗? 慢慢时光,它不变青砖绿瓦。 刚刚情笔,说不尽,八熟夜话。